近年来,我国跨境电商发展迅猛,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。 据海关总署统计,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5年增长近10倍。 作为其配套的跨境物流同样在高速发展,配送时效明显提高。 何时有公司生产的这款无线耳机,自3月份在跨境电商平台上开卖以来,迅速登上平台畅销榜单,销量大增。 此前的备货快速减少。 为此,他们及时调整了生产计划,产能提高了一倍。 能否尽快将这些耳机送到海外消费者手中,将直接影响着产品的口碑和后续销售。 在6月份大数期间的话,我们亦计销售数量大概放三倍。 物流的植油的效率的提升,其实对于我们作为品牌出海的公司来说, 是进一步的提升了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口碑。 因为它的整体的购物体验进一步的提升了。 经过简单的包装,这些耳机即将出厂。 目的地是8000公里外的西班牙。 物流车将打包好的耳机,运送到位于广东东莞的跨境物流企业集运舱。 入库,上架,质检过后,大数据平台测算集运舱内需要运送到欧洲分拨中心的运单总量, 进行包裹集中保关,并锁定最近的航空干线舱位。 最快次日即可保证这些产品安全出海。 而在耳机登机之前,如果某位买家下单了其他商品, 物流平台也能够精准识别,合并包裹,方便买家收获。 我们可以将这多个商家的货物集合在我们的集运舱, 整合成一个大包裹。 这样的话,买家可以在一个时间,最快的时间, 收到多个包裹的一个物流服务。 可以做到重点国家,重点包机, 每天都会多次航班去发到欧洲的重点国家。 耳机包裹在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后, 抵达物流公司位于比利时的分拨中心。 经过核对,分检,转运等环节之后, 最终被送达买家何塞安东尼奥的手中。 在以前还没有优选舱和海外舱我们这些基建投入之前, 然后商家的货物普遍要在30天以上才能送到消费者手上。 在了我们大力地发展了优选舱和海外舱之后, 目前在重点国家,比如西班牙、法国、俄罗斯、美国这些重点国家, 基本上都可以10天左右就可以到达消费者手上了。 另外,在这款畅销的无线耳机产品海外上市之前, 他们就已经通过海运等更低成本的跨境物流方式, 将一部分产品批量运输存放到海外舱。 产品开卖后,只需进行伪承派送即可。 由于过去五年大数据累积,数据量比较充沛了, 所以它基本上能够精细地预测北美、美国或者欧洲客户的需求。 前车舱这个产品已经提前运过去了,速度就很快, 两三天就能配送到中单客户手里面。 相当于是什么呢?本地发货。 我们准备决定将其kg练乎输入 tournament内处理。 在这条路上台 extended地、 两个公项、有线摩 letterと属氷刷出来。 正好有线摩图后可以看及 nah处理。